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 金砖国家运动会等比赛任务 排球中心决定在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地组织国家青年女排 2018年第二阶段集训 国庆女排的教练依然是施海荣 在刚刚结束的亚青赛上 他带队输给日本获得亚军 重新集结的国庆女排14名队员分别是 天津里亚南 上海 张玉茜 陈瑞兰 陈芳林 浙江方靖 刘宇 孙若庆 山东 钱静文 蔡雅茜 郭慧珍 车文涵 河南 蔡晓晴 广东 陈佩妍 解放军 焦点 其中 钱静文去年入选中国女排 因其具备良好的遗传能力被重点培养 参加了中国女排去年全年比赛 试过主攻接应两个位置 但事实中没有站稳脚跟 今年遗憾落选中国女排 此番如果国庆女排 如果在进攻端能表现出色 将向中国女排发起强烈冲击 主听在河南的对角蔡晓晴 身高只有180 在高魅林立的队伍中 绝对是另类 但是她球伤极高 经常扮演进攻兼兵的角色 在去年女排式青赛上 中国女排3比2战胜美国女排 其中蔡晓晴获得21分为全场最高 B天才少女 吴涵14分和陈佩妍6分 总和还要高 年仅18岁的天才少女李盈盈 是国庆女排的是灵球员 她死 死没有空降国庆 她正在随中国女排被战事联赛总决赛 去年金砖国家运动会 中国国庆女排战胜了巴西 俄罗斯等抢手获得冠军 杨涵宇获得MVP 今年谁能一飞冲天 我们拭目以